高中通識教育科最快9月有大改動 課程和課時會減半,設三個全新主題 其中兩個是教一國兩制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 學習重點包括維護國安法、中央憲制地位等 課程理念亦不再提批判思考 又探曉彤講一下有什麼改動 上年施政報告一錐定音改革通識科 兩個月後,教育局提出新安排 課程理念、終止、學習成果 三度提及培養國民身份認同 最初通識科的理念提及批判思考 新建議見不到這四個字 改為神思明電、理性思考 課時有250個宗減到130至150 課程內容都大減一半 原本通識科設有六個單元 最新建議改為三個主題 有31個學習重點 其中20個提及國家或者中華文化 包括一國兩制下低香港 重點教維護國家安全的意義和國安法 國家和香港的憲制關係 主權治權在中國 強調國民身份認同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就會帶學生認識一帶一路 大灣區發展、香港如何融入 最後一個主題重點講國際事務和全球發展 亦都要教中國和香港對全球公共衛生的貢獻 課程維持必修必考 只是有達標和不達標 試卷不再切延伸回答題 改為短答和選擇題 資料回應題就保留 有線理事記者,談天同報道 好